各位朋友好 过去这几天我和大家一样都在关心董姚琼泼墨事件 就在几天以前一个在上海的湖南籍的女孩子董姚琼 她在上海海航大厦门口一副巨大的习近平的画像上面泼了墨 这一举动可谓是石破天惊 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一方面是中共非常的紧张 很快就抓捕了许姚琼 现在还没有阴性 另外一方面是国内外的广大的网友 纷纷对这一举动表示支持赞赏 甚至很多人都做出了效法的举动 都自己到处去找习近平的画像在上面泼墨 形成了一股泼墨风潮 在这件事情当中 反共反习大联盟和全民共振团队也没有缺席 反习反共大联盟的顾问袁洪斌先生 很快就代表我们发表了支持董姚琼 反习正义举动的这样的公开的声明 项林先生也自己制作了一幅巨大的习近平画像 然后往上面泼墨 引起了网友纷纷点赞 另外我们全民共振团队的两位发言人 吴建民和袁湘居士都做了专题的视频演讲 董姚琼的举动表示支持 另外也是号召大家一起来泼墨 今天我就想从这个社会抗争方法论的角度 来和大家探讨一下 为什么董姚琼泼墨事件能够形成如此巨大的 这个政治效应和社会反响 同时也想和大家探讨一下 在我们未来的这个抗争当中 国内的这些朋友民主同道和维权人士 海外的这些朋友怎么样 怎么样能够从这个董姚琼泼墨事件当中 能够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对我们今后从事抗争运动能有所注意 要做出一件具有政治意味的抗争举动 一定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是要考虑这个政治效应的最大化 第二个方面是要考虑这个安全效应的最大化 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对我们的政治对手 敌人要产生最大的打击力冲击力 另外一方面也要有效的保护自己 在打击敌人的前提下能够保护自己 政治战争和军事战争实际上 它的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打击对手消灭敌人 但是呢保护我们自己 当然抗争是一项有风险的事业 不牺牲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要尽量的把自己 把我们的这个团队的 这个我们的这个阵营的这个牺牲 减小到最小的程度 好那我们先来谈一谈政治效应的最大化 董姚琼这件事情呢 为什么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 为什么取得了这么大的效果 这个效果大到什么程度呢 没有几天中共内部就传出来的这个消息 就说要把全国的这个习近平的画像 全部取下来 因为他这个画像摆在街道上 就一定会有人就去泼墨 那么一旦泼墨 他最后他本来是想要制造一种 个人崇拜的这种气氛 文革的气氛 但是一旦有人开始泼墨 一旦有人跟进效法 那么他的这一个举动 他就失效了 他就引起了反面的效果 就不仅仅不利于他们的个人崇拜 反而习近平就成了一个 被人民所攻击的大众万众唾弃的 这样一个靶子 所以他起到反效果 当然是他们所不乐意见的 所以他就要把习近平的画像给撤下来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引起了 这个敌我双方的这么大的反响呢 首先就是因为他这个选题选对了 这个主题选对了 这个主题就是反习 那习近平自从他上台以来 那真是招致了天怒人怨 一方面呢 他是在国内不搞经济 专门搞政治 在党内是打压一击 消灭自己的政治对手 又通过选择性反腐的办法 所以引起了体制内广泛的不满 另外一方面 他对民间的抗争者 也是不遗余力的进行镇压 像709律师团队 像这个新公民团队 这方面引起了 这个国内这个抗争阵营的反对派阵营的不满 同时呢 他不搞经济 在经济在过去这几年呢 急转直下 也引起了广大的中产阶级 这个企业家阶层的不满 社会底层呢 他们的生活在过去几年 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 那反腐 就对他们来讲 跟自己的利益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个反习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中国的全民共识 那么在国际上面 那习近平也抛弃了过去这个中共的韬光养晦的政策 一方面那是大傻逼 通过大量的金钱渗透西方社会的政界和商界 对第三世界那些发展中国家的那些政治领袖进行收买 进行诱惑造成了当地的政治腐败 西方社会已经形成共识 要对他们进行围堵 同时呢那些那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反击 比如说马来西亚现在的新政府 就切断了他的这个一带一路的两个最重要的 这个大型的建设项目 所以把一带一路的龙头给斩断了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大家都有共识的情况下 一个小女子她做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举动 就引起了国际国内社会的广泛的共鸣 现在反共呢是一个长远的目标 反习是一个近期的目标 习近平他是中共的首脑是党魁 他现在呢正在推行全面的集权 他把中共党内的权力试图都集中到他一个人的手上 虽然这是一个倒行逆施 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反对派的这个抗争呢也是非常有利的 为什么呢我们只要把习反掉了 那么中共党内也就会引起了一片的混乱 习倒了中共就会倒 所以说反习就是反共 反共必须反习 这个政治打击的对象 我们就把他集中到习近平一个人身上 那情贼先情亡 我们把习近平打倒 现在这就是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紧迫的任务 所以在这个选择社会抗争的这个主题方面 董瑶琼这一次可以说是得了满分 那第二个呢要想让一个抗争举动取得效益呢 行动的设计要比较合理 我们想反习反共的朋友非常的多 但是呢我们有一些朋友设计的呢 这个行动的方式不正确 有一些朋友说啊 我们要组织一次啊 这个暗杀团要去把习近平给暗杀掉 那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啊 习近平是被啊这个高度的啊 保护起来的这么样一个人物 不要说我们普通的抗争人士就是其他国家 其他政权那其他政治实体 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么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还有一些朋友说 我们要组织一次革命军 这个啊就是原水解不了进口 现在啊也没有办法完成 我们的抗争举动一定要 以我们现有的资源和现有的条件为基础 在这个资源和条件基础上啊 我们能够做出有效的举动 那才算数 否则的话那就是空想 这个行动的设计呢 同时还要有戏剧性 还要有张力 那比如说像这次董摇雄 他这个在泼墨之前 他发表了一通啊简短的演讲 告诉他泼墨为什么要泼 让大家知道他做这件事情的动机 那这同时在网上发布广泛的流传 这就非常有效 如果仅仅是泼墨 大家都不知道你是在这个到底要达到一个具体的什么样的目标 那这就给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让中共去抹黑他 但是如果他把自己行动的意愿表达得很清楚 而且呢让他在网上面的广为流传 那么这个时候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政治攻击性的举动 那讲到这个行动的设计啊 这次董摇雄事件当中啊有一个人物啊 就是华勇 他这个对董摇雄的支持力度也非常大 前几天呢 因为采访董摇雄的父亲呢 也被抓捕了 那这个华勇呢 他也是一位啊社会抗争人士 在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的时候啊 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这个运动当中啊 华勇的表现也是啊非常的突出 那他是呢 把当时清理低端人口这个现场 他录了相在这个网上面的传播 当然了 他就引起了北京警方的这个高度不满 就想抓捕他 华勇呢 当时他就开始逃亡 一面逃亡呢 一面直播 一个简单的举动啊 就产生了一个戏剧性 大家就像追电视连续剧一样的关注华勇 那所以华勇那一段时间呢 他的这个关注度非常高 同时呢 通过这种行动也把这个 这个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这样一项暴政 曝光在大众的面前 让大众对这一整个的这件事情呢 有更全面的了解 华勇的这个设计也是非常有效的 很可惜的是呢 这个这一次的董姚琼事件呢 在这一方面 他如果是事先跟华勇又商量的话 那么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他这个行动呢 他持续了很简短的一段时间 但是他如果是跟华勇上次一样啊 也开始逃亡 一面逃亡一面直播 那么一面呢 呼吁全国各地的网友来对他进行支持 来帮助他逃亡 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全民这个效应 形成了一个全民都来所有的抗争人士都来参与的 这样的一个抗争事件 从一个个人的抗争 演变为一个全民的抗争 那个效果就会更好 有一些朋友是有团队的 这样的一些朋友在设计未来的这个抗争行动的当中 也一定要考虑到团队的因素 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个台湾民主运动当中 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案例 是在80年代台湾民主运动 正是在如火如荼准备破局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当时有一位海外的台湾的留学生 他是被台湾当局禁止入境的 但是他想了一个办法 偷偷的入境了 但是入境之后 台湾当局知道了 就对他进行通缉 有一次党外人士聚会的时候 他就来到了那个现场 国民党当局知道了他到现场的消息以后 派出了大批的军警 把整个的现场都给包围了 就准备对他进行瓮中捉鳖 郭贝宏在当时的现场发表了一通演讲 激情四射的演讲 引起了全场的轰动 那演讲之后 当他要出去的时候 外面是警察层层包围 他怎么样出得去呢 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团队 这个团队里面有位重要的人物 也是台湾的一个职业的社会运动的 这个领袖叫做简西街 这个人呢 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经见过 非常非常有创意的这样的一个社运人士 他在这个开会之前 要求大家一人戴一个面具 当这个郭贝宏演讲结束的时候 简西街就把这个会场的灯啊 就全部给关掉了 会场一片漆黑 同时他要求大家赶紧把面具戴上 这个时候会场的几千几万人呢 全部都戴上了面具 然后他再把灯打开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是戴着同样的面具 这个时候外面的军警呢 就根本分不清到底谁是郭贝宏 这个时候他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啊 从各个门一起出去 那就把外面的军警呢 就给冲散了 大家都戴着面具 军警不知道抓谁 那这个时候郭贝宏啊 就顺利的在大家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这件事啊 在当时台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他就给这些抗争阵营的人士啊 支持者啊 一个信心 一个信息 就是无论对手多么强大 但是呢 只要我们团结 只要我们想办法 那么我们就能够击垮对手 我们就能够啊 在军警的重重包围之下 把一个通缉犯让他出去 这就是一个团队的效应 我相信呢 将来我们中国的抗争团队 一定会 一定会比台湾做得更好 因为呢 我们呢 在中国的这个人口更多 我们的基数更大 我们的规模更大 我们呢 也有更多的人才 和专制政权抗争 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 有抗争就一定有牺牲 但是呢 我也希望大家在开始行动之前 既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那也一定要做好啊 撤退的预案 我们要尽量的减少我们的牺牲 这一次如果是董瑶琼啊 把这个撤退的方案做好 那么他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能够逃出魔掌 他在微信群呢 已经活跃了很久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海外的民主人士 他如果是跟这些人预先取得联系 自己啊 预先做一些啊 撤退的这个方案 比如说逃到其他的国家 这个西方国家 美国加拿大 或者是欧洲 或者是逃不去的话 至少是逃到泰国 到台湾都有可能呢 免于被抓捕 而且呢 这整个的这个逃亡过程呢 他本身也会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 让这个事件呢 能够持续的发酵 一段更长的时间 所以是一定要有一个撤退的预案 第二个呢 是采取的这个手段呢 一定要和平 那有一些朋友呢 抗争的朋友 他们想采取这个武装暴动的这种手段 这种手段本身是增加了这个行动的风险 那同时呢 他的效果也并不见得一定好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在撤这样的方案 但是呢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也就是说走这条路是非常艰难的 而效果呢 并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 这并不是说中国缺乏这种勇士 也并不是说抗争阵营缺乏这样的勇士 像广州的向逢选张六毛那个团队的 他们就是非常勇敢的人 但是最后为什么失败呢 因为在用这种方法进行抗争 是把自己啊 把自己这个团队啊 植于中共的这个监控系统的最高度的 最密集的这个监控之下 我们很难逃避过他们的打击 而如果我们是采取和平的手段 那么就和其他的这个社会抗争呢 融为一体 让这个中共的监控体系根本分不出来 我们是普通的这种抗争者 出于利益诉求的抗争者 还是真正的为政治目的 为政治目标进行抗争的人 就像穿了一个迷彩服里 站在一个树林中间 很难被敌人发现一样 用和平手段抗争在全世界 这也是一个普世价值 认同的这样的抗争的行动 我们的行动就会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那这一次的这个董瑶琼事件 不仅是在这个国内的网友 海外的网友 华人网友当中引起关注 甚至是连美国的多位国会议员呢 都对这个事情发表了看法 都对这个事情表示支持 为什么呢 他只是用和平的手段 来对这个整个社会 没有任何的破坏性的这种情况下 来抗议这个专制 抗议专制的统治者 这在其他的国家 任何国家都是合法的 在中国即使是不合法的 但是他也是合理的 也是值得支持的 这就是和平抗争的 他的力量所在 过去很多年 我们都是在进行了启蒙运动 让更多的人了解民主的价值 了解专制的危害 但是现在中国民主运动 已经进入了一个 实质政治操作的阶段 董耀琼的这个事件 就是一次实质的政治操作 那么还有很多将来 还有很多更大规模的事件 将会发生 政治操作讲究的就是战略战术 讲究的是方法论 我希望有更多的更加专业的 职业的政治家出现 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 在这个方法论上面 更多的探讨更多的交流 让我们的民主运动 能够更加高效的 有力的向前推进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